隔壁要都更 但自家房屋卻受損的案件 越來越多了 就在臺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巷弄 有住戶指控了 隔壁的都更建案施工之後 導致自家房屋陸續毀損 不僅地面地板都傾斜 兩柱破損之外 而在牆面的軍列更是比比劫持 想要打開住家大門 得用雙手用力拉才打得開 但這才開一半 實際全身力氣扯 木門卻還是一動也不動 屋主阿翼身形嬌小還差點跌倒 但還不止這裡 隔壁鄰居也出現一樣的狀況 要關房門 除了門KK的 還會出現奇怪奇怪的聲音 台北市大同區重慶北路三段的巷弄 一整排18戶就有將近一半的住家 出現類似狀況 住屋指控屋內牆壁出現裂痕 地板傾斜 兩柱破損 玻璃球擺在地上還會滾動 全是隔壁正在施工的都更岸惹的火 他當時在拆的時候 整間房子都在跳 都有聲音 晚上都會聽到房子有咳咳咳咳聲音 到天亮 每天 他們是用大台400T的 直接站在馬路上砸 砸房子 那個怪手就這樣砸跳 砸跳 我們對面的還看到他砸了以後 房子就直接從上面砸掉下來 指控建商 暴力拆屋更有住戶拿出損零損害責任 賠償認定書 指稱被強迫簽訂損害費施工造成 之後建商的態度更讓他們難以接受 我說你又不是公務人員 你怎麼可以拿政府的公文叫我們簽 你可以代表公務人員嗎 這樣子 後來他們就很害怕 就跟我們拉扯這樣 住戶指稱從2022年都跟到現在 建商一句話就想擺平 不過建商也跳出來澄清已經多次和住戶協調 雙方協商屢屢破局 始終找不到一個平衡點 住戶也不斷努力要替自己討個公道 記者這麼報導